稍微能够让大家了解一些古代的东西 然后我就收回来 我们去 大家去聊 怎么样 我是理学行者 别人在给我定位 说叫理学行者的时候 刚才说 我特别不敢 就说 哎呀 这个 这个 这太大了 后来发现它很小 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是 每一个人都是 当你在别人说 说别人说 哎呀 这个没素质 有的时候会按照我演戏的一种 太没素质了 太给我丢脸了 我们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呢 反过来说 开着车 哎 这个 这个是个红灯 但是没人知 你就过去了 自己也这么做 特别你回国之后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平常 哎 这一帮外国人戴上 哎 看那张纸 我捡起来 扔着垃圾箱里 我就是一个中国人 嗯 但是没人 但是没人的时候 没人 你没拉着箱 扔了怎么 怎么样做一个内心 自重自己的贵族 在有人没人的时候 在有人没人的时候都是这么做才要贵族 那个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几千年的文化 就是这样去 呃 去 要求我们 行为有度 举止有力 所以从行为开始 我们讲 从第一坐卧行走开始 啊 礼仪 我写两份啊 礼仪 礼仪呢 那这两 两个 两个字呢 可以 可以分开 礼仪 怡态 当我们 在任何人面前 只要你出现的时候 你的怡态就展现在别人面前 所以很多人说 你在做古装系的礼仪 知道你是不是就 叫人怎么磕头 我让你说对了我们的十万分之一 那最简单就是拱手 坐一 长一 一会儿我要教所有人 而且我们大家可能都站起来 我们就稍微坐一下 去施一下这个礼 然后作为中国人将来 人家问你中国的礼是什么时候 我们就跟人坐一下 甚至于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在 在中国还是国外 站起来我都敢给大家拱一个手 这很美的东西 我穿着西装戴着领带 我也可以这样工作 这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不和谐的 不协调的 是吧 所以礼节 是礼仪里面最简单的那一部分 就是告诉你怎么磕头 怎么样去 用委屈自己的身体 表示对别人的尊重 这个咱们中国的教育方式就是 来记一个名词解释 什么叫做 礼仪 礼仪就是 委屈自己的身体 表示对对方的尊重 那 很容易理解 你好 一个拱手 这身体下的小啊 这一看 就是平本 你好 坐一 比刚才大了吧 这就比刚才那个要 礼仪要大一点 哎呦你好 又大了 这一个长衣礼 哎呦你好 跪下了 这就是一个很大 所以就是 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区分 什么是 什么礼大 什么礼小 就是身体下的越多 你的表 你的内心对他越尊重 礼仪就是委屈自己的身体 表示对方的尊重 然后礼仪是什么呢 内在对别人的尊重 用外在的形体 一态表现出来 这是另外一个 领词解释啊 那 你比如说 你看 你好 古代说什么 我们看 万不见啊 那是戏剧 那个 对 服 红龙梦女生 服了一服 服了两服 见到谁 服了两服 服了三服 什么 一个是委屈自己身体 身体的幅度越大 越尊重 还有什么呢 数量越多 越尊重 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 三跪九扣手 自然比一跪三扣手要多 重复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词 叫 顿手 顿手改靠 然后呢 再讲 这个词 顿手 现在这个词 还有人用吗 没有 但是很多老师啊 大学老师 都能很记忆忧心 我们的学者 我们以前 我上学的时候还词至敬礼了 你们有没有人经历过这个词 对 词至敬礼写信 再往前就是 小龙顿手 这是一个礼 顿手礼 然后呢 顿手百败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 我 其实 心里酸酸的 在韩国戏里面 大长经里面看到 什么意思 我刚才为什么说 数量 数量越多 越尊重 百败 我们会说 捣算你而已 因为 磕头想捣算你而已啊 就是顿手百败 什么是顿手 我在从顿手边 我们讲到 跪败里里面的几个礼 第一个 起手 什么呢 这个起手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常 我们说磕头 磕头 怎么去表现 这个头是大头还是小头 古代的时候 席地而坐 席地而坐 所有人都说 我们说贵坐 那么坐在那 然后拍戏的时候 好多演员说 每次一个镜头拍戏 就说张老师 你把我害苦了 腿都麻着 古代人怎么那么不会享受 这不累吗 我说他们那个时候习惯了 一坐就那么坐 然后能让你这么坐的话 你会不舒服的 这就是一个习惯 习惯容易很难养成 养成就很难改变 起手里这个体型是滑稽的鸡 对吧 它用在礼仪里面 就是停留的 起手里停留 停留一会儿 头磕在地上 停留一会儿 就是起手大力 就是我们 上本 磕一头 停一会儿 是吧 叫起手里 那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这个就现在我们说 那个其实不是封建 要没有一点规矩 没有一点传承 其实生活很没有滋味 就像我到这看了 经历了这个万圣节 所以我们已经很 没有节日这么 让大家都那么开心 小孩盼了一年 盼这样一个节日 我们好像已经很少 有节日大家这么盼 因为我们的传统丢了 所以挂一个红灯 那是怎么那么土啊 是吧 都觉得什么是阳气 把我们自己的那个 传承的东西扔没了 还讲过起手 然后第二个 顿手 跟他相反 顿地激起 时间很短 嘣 是什么呢 西地而坐的时候呢 平辈儿 咦 闲着没事 所以说话 谢谢 就磕一头 就平辈儿施理 因为他离地面近 然后磕地激起 如果跟一个 比如我跟我的父亲 讲话的时候 说 爸我听懂了 要停一会儿 然后呢 我跟我的兄弟说 谢谢 听懂 就是对手 跪拜里面两个 再接着讲一个 空手 然后又是在 作为一个中国礼仪的 这个这个 像说礼仪指导 我们看到的全是国外戏剧里面的 韩国戏里面 是吧 我们都记得吧 特别现在我们那么哈韩剧 然后呢 头都 就跪在那儿 尸体的时候 手是手 而手不知地 那你一看就能知道 他的礼仪小了 空手 跪 跪着的时候就这么几个礼仪 然后我们说站着 站着呢 大家都知道用拱手礼仪 我们过春节的时候 也会说 请一些那个 呃 专家 或者历史老师 在春晚的时候 去教一下 哎呀 要过年了 倒计时来 怎么识中国礼 战利礼里面呢 刚才我说了 拱手礼 呃 男人识的礼 在古代的男人识大夫 是拱手礼啊 现在的女汉子们都可以用 为什么说可以用 礼仪在各个朝代都在变化 为什么当下就不能变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当下还在 还在磕头 见面 崩磕一头 也挺吓人的 对吧 就即使过年 有的时候也挺吓人 那 当下一定要 要稍微的 你在传承的同时 要有一些 发展 但是 那个根儿不变 然后它有区别 男子上左 女子上右 高尚的上 然后我说 过年好 过年好 男人左手在前面 过年好 过年好 然后女汉子们说 你说我也挺怪 说过年好 那干脆我们就 过年好 过年好 这个女汉子们 或者女人们都可以 过年好 过年好 你声音宛约 你形体宛约 这是一个形式 右手在上 女子里 所以在 先秦时期 一直到 明清前 站在那都是这样的 不露手足 站在那 在宽袍大秀里面 守着这样 从明朝开始 守着垂下来 你再看 只要我指导的戏 基本明朝 清朝都这样 明明的意思 就是我们会参照 很多的文字 和很多的画 壁画 踏片 然后一看 确实实实 之前都是这样 之后都是这样的 那这个男子上左 如果上右是什么呢 意义完全不同 你节哀顺变 就是这么大区别 所以过年的时候 你要不懂 还挺好 说实话 然后你去看电视 给您拜年了 我就心里 归后一下 其实挺不开心的 就是他男的 右手在前面 也挺难受 所以在传承第一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有规矩的 我们要知道 男子上左 女子上右 所以在上朝的时候 古代上朝的时候 文武官员 不分班列位的时候 比如说我是皇上 就你们在底下 文武官员都在 参合在一起的 站在那了 但到秦始皇和秦汉开始 就文东武西了 文官在东 武官在西 那前边文武官员 不分班列位的时候呢 都站在一起 即使这个样子 也是什么呢 这个上啊 也是 就是在 比如说 在皇上的左手 皇上左手为尊 我面能代表我左手为尊 那大臣们反过来 面对皇上的时候 我们又这是尊了 因为你皇上为主 然后呢 他在贬直了 贬官了之后 你不能一般很想说 你贬官了 你被人家怎么怎么着了 他们怎么说呢 左迁了 对 左迁这个词 这就是表现 中国的含蓄 他贬官了之后 左迁了 他的位置往后调了 往左边调了 就这一词 上 对 上左 然后呢 那个上左这个 不仅仅是在我们拱手座椅里面 在上朝的文女官员呢 分班列位的时候也会存在 然后再说几个古代的坐姿啊 记 就刚刚大家说的那个 那个贵座 其实在古代叫记 这个是一种坐的姿势 然后呢 大家都懂嘛 说我们现在这个 觉得那个贵嘛 就是古代那个记座 有很多种说法 为什么古代人要那么做呢 当然是一种生下来 培养孩子 一种习惯 在古代的时候 有身份的人 有文化的人 他们那种是不穿 他们开单裤 没有裤子 没有我们现在的裤子 然后 我们的PPT记者就没怎么用它了啊 那个 在拍孔子那个电影的时候呢 那个导演把彭丁教授请出 清华大学彭丁教授 他研究这个 在研究底的 彭丁教授说 你看服装间 你们这么多裤子 那个时候 哪有这个文人 士大夫穿裤子 你们这都错 你们这些 你还拍什么孔子 然后那个 那个 对 这是记作啊 然后那个导演 你说小红该怎么办 我说你有特写 是他们要 拍他们的裤子吗 那如果让我们演员都不穿裤子 让我怎么演 然后我再说出来 为什么要替他记作 为什么啊 他不穿裤子 你想 他如果再不这么做 他如果这么做 那是一个穿帮了嘛 对吧 所以说 如果像现在这样 你们都这么做着 然后再 没有裤子 这是一个什么状态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 保护自己的一个记作 然后从这开始 就有一个词 叫正今微坐 为什么我们说 诶正今微坐 好好坐着 怎么为什么坐 我还是有人解释说 坐的时候 永远觉得有危险 哈哈哈哈 这个微啊 微啊 古代人 看 上面一个罐 罐 前面一个袍 后面一个腿 记坐在这 这个微就是记坐的一个姿势 看看那个 周润巴先生 他这个坐姿 就是个微字 反过来 看到了吧 记坐 所以呢 古代唯一符合礼仪的坐姿 就是记坐 然后大家又说 诶 我看到古代有穿裤子的 有穿裤子是什么呢 干活的 奴隶打仗的 啊 为什么 我们说后来说 那个那些 胡人啊 或者说 就是说的外族 来了 他厉害 他 他一侵略来 他就厉害 他就能打败我 因为我们没裤子 哈哈哈哈 你骑着 你骑着马 你没裤子 你试试 哈哈哈哈 他们就有裤子 后来我们发现 我们打仗的如穿裤子 诶 不磨的话 这个 还有 那个 还有一点 发现 为什么他不在马上 可以回身呢 他有马凳 我们原来 这两个脚 就是夹着 那个马肚子 一夹 越夹马 就跑越快 就是发现 有了马凳之后 他能回身 其实一切一切 都在文化 在融合 在学习 然后讲回来 我们的文化 在融合 前几十年 大家都 都到美国来学习 本来是想学了之后 再回国 再学习 后来 很多来了 就说 好像差距很大 我不走了 那 其实现在都在回去 把更好学到的东西 给自己的国家用 或者说 去做一个文化的交流的使者 所以 这个文化的交流 是这样的 我们去学习 把好的东西拿过来 你就可以回神打仗了 你就可以 战无胜 是这样的 然后呢 跟这个正经 为座 这个寄座 形成反差的 就不懂礼仪的 坐姿呢 鸡鸡 过几的鸡 就顾名思义 就腿 不一差 你想 那个坐姿肯定不符合理 你首先 它就不安全 它就会 它就会不好看 但是 让你寄座 坐在那一天 你也会麻 你再喜欢 你也会麻 有的时候 你就会放松一下 伸伸腿 所以 我们都知道 孟母教子的故事 孟母三千嘛 对吧 那个 孟母教子 还有一个故事 孟母子回到家之后呢 这个门一拉 大家可以看到 她夫人腿插在那 放松了 腿麻了 应该是 跟她妈妈说 子女子可以修掉 就这么严重 这个女人可以不要 妈妈很智慧 你不符合理 你进门都不知道 发个声响 都不能说 我可以进来吗 你就 你那么不懂理的人 你还要求别人懂理吗 很聪明是吧 所以知道 就像我们 在国外的时候 会说 比如说 上电梯会 Money 我到 每次一出国 我也会 见面打个招呼 一回国 我也会习惯 人家 你认识我吗 就病吧 然后我们就会 真的心里有病 后面就不做了 真正的 我今天想要讲的 不是你们通过 我来了解 这些的传统文化 今天你要觉得 我讲的有一个意思 有一个小点 觉得有意思 回去翻书都有 全有 想要看太多了 中国的学者们 去研究这些东西 太多了 我更希望的是 我们当下怎么样 去什么呢 别人觉得你有病 没关系 见得多了 它就形成一种习惯了 是吧 我们在国外 好像一出门 一拉开门 看对门 对门 很好 给你打招呼 一回去了之后 发现自己住了20年的 邻居老死不相往来 然后就我们都说 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冷漠 走去要求别人 没素质 自己可能也没素质 是吧 然后要求别人 说冷漠 我们自己为什么 不从我们开始呢 哎你好 咱们这么长时间 没说过话 我是那个谁是谁 有什么事你需要 远亲不去近离 往后见面 打个招呼 笑一下 可以吗 然后呢 你们回去之后 其实说我是理学行者 你们都是 说我有使命感 或者说我觉得 自己有使命感 大家都是一样 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然后让大家都能够 知道你在外面 见到了什么 然后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当你看到不好的东西的时候 从我自己做起 做一次碰壁 两次碰壁 三次碰壁 慢慢慢慢 你身边的人 就会影响起来 我十几年前 拍第一部戏的时候 跟香港的演名叫林宝梨 还有一个郭县梨的 一起拍戏 在北京的三里团 然后坐在那等 等那边不灯光的什么 旁边过了一个老太太 这样 一口碳 你俩人就这样 我心里在想 有病 至于吗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能不能够 你们现在可能觉得 我那个脑子是不是有病 但是有十几年前 我们真觉得 随地图炭 好像不至于他 就觉得他太夸张 后来 如果现在有人在你身边这样 你们是不是也会觉得很难受 时代在变 我们中国 我们 我们的祖国在变 不仅仅是 这个国家的实力 软实力也在变 老百姓们也在变 但是呢 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变 他不知道哪个地方不对 你回去跟他说一下 大家都看到 都说一下 就变成无数个张晓龙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意义和目的是在这儿呢 不仅仅是在一个分享底下 大家说觉得对不对 要对的话 我们都 我们都 我觉得自己啊 做的可好看 往后给你翻一翻 然后 就这个 周人发先生我讲一讲 我作为一个刚刚有一点点知名度的演员 还要再问娟姐 你认识我 我这样是一个演员 我经常会用这种便利去 希望别人帮助我 人挺矛盾的 实实在在讲 我出去的时候 我特别怕别人认识 因为走到哪 呼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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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想去忙着的时候 你拉下来拍照 你要不拍 装什么装啊 然后再不就骂你几句 这就是很多时候 所以你每次 啊好 来来 就就每次 就是特别希望赶时间的时候 就是别人不认识 但又希望有的时候别人认识 我带妈妈去治病的时候 我特别希望每个医院的领导 谁都认识我 她不认识我的时候 我会说你认识我吗 就是一样的 因为我到 就是下着飞机 我英语都不会说 我必须得有一个人能帮我 这个时候我就要用这个办法了 不卖点色相 不想到人根本就不认识 不认识 但是 真姐就是 做的特别特别棒 就是什么 你到这儿来有什么需要 我来帮助你 我老明定给你 我老公 我老公是在这儿办教育 我说我也在大学当老师 我想去 然后我就去到了 她的和谐教育体系 去看到她们那个 四十几所学校 我看到我们孩子 怎么爱学习 怎么样那么去 就像玩的一样 开开心心去学习 我也想把它带到国内去 所以我这一天 一直在跟国内去 很多的企业家说 我们来看看吧 我们让我们的孩子 有这样的机会去学习吧 所以 就是 上个年龄的人 有的时候是 希望有点使命感的 希望做一点事 会影响一些人 我在 准备了这么多PPT 就是想为 让大家能够了解 李仪 我讲讲 昨日发现 有多懂李仪 李仪包括很多 包括她的敬业精神 那 我再回来说 像我们这样的小演员 在中国 一抓一打打 觉得自己红了 好多 今年的领奖里 我发现那边 哎呀 小龙哥 你给我拍个照片 第二年红了 今天都不认识 真的 我在中西当了18年老师 我去 参加那个 那些什么 各种典礼 很多我的学生 我特别感谢 有的人能认识我 这是当下存在的问题 邓超在去年的 那个 《霸杀慈善业》的时候 让我很多圈 让我想 小龙老师 那个 我还没有你微信 你给我留个微信 我说你这么大腕 真的 你的感 我觉得人要懂得感动 这时候 哎呀 我很难得 那有正当同的一些 就这么给你就完事了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 那个时候 你别把我当成一个艺人 我觉得 教你的 你四年本科 我当你的老师 就完事了 我心里会有一些不舒服 我不用你去怎么样 我觉得最起码 有一个心里的尊重 周春发先生就是这样 他 在拍戏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 记作 原来古代人是这样子 我的普通话不好 他旁边有一个 是我的学生 在教的普通话 每一句台词 我说的时候 会影响我演戏 我腿底在疼 我怎么演 所以他 时时刻刻的 那个土地呀 石头地呀 水泥地 时时刻刻在那跪着 他不是坐在屁股坐 那是跪的 直挺挺的 跟我们聊天 哎呀 导演 大家弄得很不舒服 刚才是说 发哥 你们不用这样 我不是跟你施礼 我是为了让我在演戏的时候 不再分神了 我习惯了 这就是一个演员的敬业 他跟你是 是一样的 懂理 然后我在教 还有一个 在往后 还有一个 叫赤壁 一个电影叫赤壁 里面有一个非常 林志玲 美女们都不认为她美的 然后呢 我们刚开始 我们东北人也觉得 哎呀 好难受啊 她说话 对她的尊重 是我在 教她三个月的这个 怡太和礼仪的事 慢慢慢慢的 我对港台演员 他们保持着她那么多年的赤子之亲 他们那么样的去在意和尊重自己的职业 她这三 我每天上三个小时课 我就为了让她 她平常走路是这样的 因为她穿高级鞋惯了 你穿那个平底鞋 要像古代的女子一样 走趋步 她不会走 她脚后跟不会落地 刚开始我教她走路是这样的 就是换了一个国家 像日本人 然后她在 每天我就让她脚后跟这样走 轻飘飘地走 刚开始上课她说 这个老师怎么好怪啊 仨小时就怎么来一回走 然后三个小时让任何人走 你能走 坚持一下 我会说 我说来 先教你走路 我发现我不说停 她不停 我说停 她说老师有事吗 没事她还接着转 我说芝琳可以了 我说是 我可以的 刚开始呢 你会觉得这个话说得好难受 你会觉得她是不在装啊 你发现 你来之前她已经走了一圈地 地上一圈汗了 人可以装一次 可以装一天 我觉得可能 我在上课啊 我在中央学习学习上课 一个半小时的课 你会说学习 你要让学习从这走到那 你得看着 你不看中间的就聊天 然后最 蹦一屁股就坐在那 这就是一个对比 所以人诚 是有道理的 所以就是懂理 你就会通向成功 就会更进一步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应该 是做懂理的人 让我后照 然后在 那种 谁发出的声音 刚才跟我拍照 那这个人就喜欢他了 是吧 赤壁这个导演 吴宇森先生和那个编剧 我在他们在写剧本的时候 就给他讲 那个时候的人 进屋是要脱驴的 脱驴 解剑 然后咱们聊到哪 咱们就讲到哪 我们最早拍这个脱驴解剑的戏呢 我们中国好多老百姓说 这怎么像日本人呢 但我们有文化的人都知道 日本是传承着我们的文化 所以我们看日本人现在 人家传承得好啊 他现在屋里还有榻榻米 他还会 你到日本你看地铁上 他还会穿着 那个小拖鞋 穿着和服 和服 那个和 你们去日本买和服 你找不到和服店 和服在这儿找不到 你看到的是五服 大家明白了 他在我们五地学习的那种 服装的那种样式 到现在还 还叫无服 他们一直在传承着 然后你会去日本会 你会看歌舞剧 就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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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国家在 那叫宝复 你来 你要了解文化 你去看 你欣赏不了它的美 你也不耽误它是美的 他们觉得是美的 是不是 所以就是 他们在传承的文化 我再讲我们从先秦时期到堂都是进屋去 基本都是脱驴的 就快了 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我可以讲一下脱驴解剑 为什么要脱驴解剑 我进你家上你家看 不脱驴脏不脏 那个时候登堂五十 拉开门全是洗 那你要进去不脱驴 你的就是不尊重别人 另外 你进去之后就要坐 你寄坐的时候 你看看你这鞋底全是泥 你这么坐 就是是不是脏的 所以脱驴是个非常科学的事情 然后这也是个好习惯 所以给吴玉森先生讲完之后呢 他特别放出来 哎呦这个点特别好 我要放在戏里面 所以你们再回去看的时候 金城武就有一个镜头 自己接着屁股脱驴 我看完了之后 因为我没有跟现场 我看完之后 我就跟吴玉森先生说什么呢 我说吴先生 您真的需要一个礼仪之道 不是给你讲完了之后就完了 礼仪之道是什么呢 不仅仅我告诉你怎么做 还要知道画面里怎么美 所以在三国 新三国里面 陈建兵演的吧 高级西岛的 第一场戏去了 就是陈建兵带着刘备 去见汉地 然后他说小龙 你告诉我脱鞋这个事怎么办 我说特别好办 两个人往这一站 往这一看台阶上面全是鞋 他往这一站刷四面八方来了 特别好看 所有人往那一蹲 刷一退 他两个已经是穿着鞋 就很好看 这就是一个礼仪之道 在戏剧作品里面的作用 而不是我告诉你脱鞋 然后就军成 睡饭睡一觉 看了市地啊 确实不好看 不好看 在古代道文师大夫家里 都有人去给你服务的 所以进屋的登堂入室要作席 所以后来我们又 关心您下榻哪个酒店 是不是 这都是我们古代的词传承的 不是我们今天 其实我们中国的古代 古代的传统文化 到大家现在都说 好像很多都遗失了 我们没有遗失 我们只是传承的不够多 所以大家今天听完我讲课 希望回去之后呢 再去 再去能够 多看看翻分这方面的书 喜欢国学文化 去了解了解我们的国学文化 那 其实我在讲这些课的时候 每一次讲的时候呢 好多人都是 这个眼睛瞪得特别大 我不知道是在看过 还是在 还是在那个 这个知识吸引了你 我希望这是一扇门 从此以后 因为我 你多看了 哪管去回家 回国了之后 你上书店去 买两本相关的书 去了解一下 从脱旅 解鉴 那个时候的习惯开始 所以你们在看三国的时候 你们会知道 曹操 萧和 被他们的皇帝说 你可以 见你上殿 戴贱不屈 暂明无败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穿着鞋上朝 也就是说 你可以穿着 不管是今天下雨 你穿着鞋在我大殿 你在那个席子上走 这是对你最大的保奖 你可以戴着剑 我不怕你对我有生命的威胁 然后你还可以什么呢 别人都喊 半岁 你呢 不用跟别人一样喊 这些都是对他最大的保奖 然后你还可以在旁边弄个椅子 你坐下来 所以我们当下 我们了解了一些古代的知识 其实对子彼来说 是一个生活的丰富 可以说 原来贾母 留老了进了大官员 可以扶了几幅 这个意思 我听在我们讲 扶几幅 就是蹲了几个 都是安礼 福礼 然后曹操 那个店里上店 是什么意思 就知道了 来下面 你们跟我分享一些 你们的 见到的一些事情 无奈的事情 我们今天在这说 怎么把它解决了 然后你们回去怎么做 然后从今天开始 我们今天变成了一个起点 真的是要开始做 去影响周边的人 然后你回首一下 明年你再回首一下 哎呀 我这一年 我还真的影响那些人 我可能对他又微笑了 或者什么去影响他 其实后边那些 这都不重要了 这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们真的 每一个 每一个人都是使者 前段时间我去了 住修顿的那个领事馆 我去给外交官们讲的 那天那个陈燕也在听 我就先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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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所以所以这天你看到吗 所以这就是需要 勾引你来青色的这个 啊 哦 我觉得这样 那个一山高有一山高 刚才大家伙伙都那么喜欢过 然后 不管怎么样 你听到了 你回去思考了 这是最重要的 好吗 你能表演几句温太医的台词吗 谢谢 下面那句话更关键 邓超看起来比你好啊 是我呀 这么多年就长 其实我自己跟自己的照片对比 有自己知道自己的变化有多大 就是一直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邓超 或者说我的学生 我第一次演戏的时候 我的学生在养我的班主任 然后现在呢 我的学生演我妈妈 然后刚刚这个七次谎言 你们看有人看过吧 爱人的谎言 演我妈妈比我小一岁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人吧 天生他就能演谈恋爱的戏 我三十岁还演不了谈恋爱的戏 所以我演不了主角 永远演人家儿子 永远演学生 我特别希望自己成熟一点 但我现在又特别希望 自己能保持住这个状态 所以我就每天运动运动啊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然后表演几句温太医的台词 太多年了 小主 守护你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习惯 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 就这一句吧 谢谢啊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